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5月2号星期二 欢迎大家来到宅山英YouTube频道 聊聊天放放松清醒一整天 最近中国出了很多意外的一些事故 例如我当年辅导上市的鲁锡化工 一家上市公司又炸了 死的人应该也是不少的 这是山东的国有企业 整体的管理其实是很规范的 因为我做过禁制调查 所以这次爆炸实际上显得蛮不正常 而且在爆炸之前 据说山东有关的人员还去检查过这个系统的安全 所以肯定不排除人为的因素 但是中国国内最近炸的地方太多了 这些事情只要开始炸 而且引起了严重的后果 基本上就由政府的维稳部门 接管过去了 最终都是维稳部门来统一决定消息释放出哪些东西 所以好多事情的最后真相 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多人知道了 我今天就不聊这些比较糟心的事情 以后可能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多 发生的越来越频繁 包括哈尔滨的楼等等 30层的楼等等 国内的朋友也会见怪不怪的 习惯了我就不多聊了 因为比较糟心今天毕竟是在中国过节的时候 所以今天就聊聊目前政治 经济外交这些悲观的信息以外的一些东西 大家可以当做一些八卦新闻听的 中国国内在现有经济环境下出现的一种全新的口红效应 今天讲的这个东西纯属为了让大家放松 乐呵乐呵 大家听了也别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精神上快乐快乐 愉悦愉悦而已 我的一家之言嘛 大家又是瞎听 口红效应这个词 我周日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已经解释过了 就是在国家经济情况特别不好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意识到 大家都意识到了 会有大的风险将会降临 那为了抵抗大的风险 就会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大额消费 像中国人现在房子车子基本都不买了 但是呢精神压力又很大 因为未来可能有大的风险要降临 需要释放自己内心的这种压力 让自己的精神更快乐一些 就会选择呀增加旅游 娱乐游戏 包括购买化妆品这方面的一些支出 让自己在花钱不多的情况下 心理上能够得到相当大的一种安慰慰藉 显得是你看我还花钱了 你看我还快乐呢 其实这就是今年五一全国旅游 能够大火爆的根本原因 但是呢这一次五一 大家五一之后 统计的数据就能够看到 真正的消费情况 跟以前经济好的时候 国内五一长假的时候 全国这些人消费 真实的景象就差很远了 没钱了 很多人也会买只廉价的口红 然后让温润的口红涂在自己的嘴唇上 给自己内心一些舒服的感觉 其实这算是所有人类一种调节自我情绪 大家都会选择的方式 口红效应 任何一个大的国家在经济危机或者大萧条开始的时候 口红效应都是特别普遍的一个效应 当然了 在中国目前蔓延的口红效应里面 除了大家以前曾经看过的 在全世界各个国家蔓延过的口红效应 还有一些大家都没有关注到的新的发展方向 八卦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发展方向 中国新的口红效应 跟社会普通大众传统的意识完全不同的 意识不到的一些地方出现的口红效应 这个口红的来源 让大家能够有新的心理温润感觉的口红的来源 就是来源于中国一个特殊的一个领域 这个领域最大的贡献者就是女性 这种方式口红的方式的核心组成 就是啪啪啪 真的是啪啪啪 不是跟大家开玩笑 近期有一个上了中国国内新闻热搜的事件 但上了一下就过去了 很多人都忽略了 就是东南大学的党委宣传部长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长 袁九鸿教授 在公众聊天群里 发了自己下面带过的研究生 女生的一个完全的裸照 这个女生不仅是袁老师的学生 现在工作还是袁老师帮安排了 这件事情上去以后就被忽略了 其核心的原因 还真不是中国政府不想让这个事情被大家看到 而是这种景象在2023年以后 已经不是在中国的大学或研究机构里面发生的极个别现象了 而是很常见的现象 甚至从去年下半年疫情风控到现在 在中国经济出现明显下行以后 围绕着这些大学的老师专家教授等等 研究机构的老师专家教授出现在这种景象 都快成了社会普遍现象了 就偶然爆出来的 大部分没出现 偶然爆出来的 几乎每个月也都有一两起 在社会的公众过程中 那除了这些大学以外 中国的政府官员发生了 这些女的官员也好 男的官员 男官员跟其他的第三者女性 以及女官员跟男官员的景象 从去年的疫情经济下滑到现在 也几乎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 每个月都有类似的新闻 这其实就是我说的这种特殊的 口红现象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 当然了在学校中出现的这种口红效应 早就不限于袁老师这种传统的 老牛吃嫩草的方式了 最起码这种有实权的 中国高校的领导或研究机构的领导 与女员工女学生或者女下属 公开或隐秘的桃色事件 还是有情可原的 有的是为了帮助女孩子 解决就业或学业的双重压力 有的那就算是双方真的 王八看绿豆对了眼了 就愿意待在一起等等 就大体上还能理解 因为各取所需嘛 正常情况 但实际上伴随着经济下行 今年出现了很多很不正常的这种口红景象 就像一些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家长 与学校里面的或者幼儿园类的老师 或者领导相互成为口红安慰剂这样的新闻 也不在少数 女性家长为男性老师或领导提供奶嘴服务的景象 还是挺普遍的 而且呢 女性家长基本上都是自愿跟坦然的 以至于刚刚的28号 上个月28号 这才没几天之前 上海的一个美女的妈妈被爆出与孩子所在的学校校长 啪啪啪事件以后 美女妈妈甚至公开说 我就是为校长提供母爱服务的 不是小三或者出轨 但是这种家长与学校领导发声关系的景象 虽然在过去看已经很特殊 很意外了 也应该算是可以被理解 大家可以被考虑到的 现在很重要的是 在教育体系里面 学生之间完全不涉及家长 不涉及学校领导的口红效应 很惯意的口红效应 呈现了一种突发式的增长情况 这仅仅是我手里拿到的 今年三月份以后 你想三月份到现在才两个月的时间 三月份以后 能看到完整的啪啪啪视频资料 就涉及到了包括四川传媒学院 上海松江职业高中 安徽财贸职业学校 浙江宁波大学 广东金融学院 郑州七中西安计算机学院 安徽师范大学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淮北职业技术学校 重庆宜通学院淬炼商学院 上海徐会中学 重庆科技学院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青海师范大学 上海晋才中学 郑州师范学院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青岛大学 燕山大学 山东工程技术大学 香港东华三院等 五十多所学校的一百多人 这都是视频资料 如果加上我拿到手里的音频 或者文字的相关这种 公开的揭秘资料 至少涉及到了中国国内的 三百多所大学 跟上千人 而且发送这些视频 音频和相关文字资料的 都是这些视频音频文字资料的主角 参与人员 类似于主动把这种景象呈现给社会 大众去观看 没有任何的羞耻感 也根本就不会顾及这些资料曝光以后 特别是视频曝光以后 对涉及的人员有多深刻的影响 有很多这种学院里面的公开的啪啪啪行为 专门选择很显著的位置 让其他学生进行拍摄 你们大家能想象到 这都是在学校里的 中国未来的精英 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跟思想 来导致做这个事的吗 这些还都仅仅是我 这个普通人能够拿到手里的资料 在中国整个的学校教育领域中 最多算是冰山一角 所以实际上相当普及 也就是在目前中国整体社会综合压力 特别巨大的时候 真的很大巨大 经济要衰退了 要大萧条了 带来的各种东西 什么就业家庭 估计精神比较脆弱 还没有成长的这些学生 特别是中学生 职高学生 所以这种啪啪啪口红效应 应该算是这些学生自我发明的 然后也十分泛滥的一种 提供精神慰藉给自己 给所有人提供精神慰藉的重要方式 当然了 这种口红效应 在学校以外的地方 除了学校 在学校以外的地方 也扩散的很广 甚至影响到了很多海外的女性 我认识了原来在纽约 一个挺出名的女孩子 这边灰产也就是赌博生意的 一个大哥包养的一个女孩 今年三月份回到了上海 原本说好四月初要回纽约 继续陪伴这个灰产大哥的 最终这个女孩到现在也没回来 五月份了 聊了天才知道 原来这个女孩回国以后 发现上海那边生意出奇的好 所以不愿意去回到灰产大哥 这边大哥给的钱少 在国内挣的钱多 经济这么差 挣的钱还多 所以近期都不会回纽约 我说做什么生意 相信大家都理解 其实呢 我自己写到这个时候呢 我都蛮佩服胡锡进老师的 先见之明的 因为最近在调研这个东西 了解资料 就是胡老师在对中国经济 整体衰退以后 全社会人群心态的把握上 水平之高 确实是我被等人望尘莫及的 因为胡老师在一两个月之前 就曾经坦然的希望 在中国国内全面开放夜总会等色情场所 并且坦言 这样做能够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来源 其实胡老师在那个时候 应该已经清晰的意识到了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大衰退 中国的女性口红效应 一定会快速的蔓延起来 而公开的色情行业 抱歉啊 鼻言 公开的色情行业 是能够帮助数量巨大的中国有钱人群 解决内心焦虑的一个最温润的大口红领域 所以呢寻求这个口红领域 来解决内心的焦虑 这种趋势无法阻挡 如果不全面公开的开放色情行业 夜总会行业 反倒会滋生地下产业 自由的迅速蔓延发展 那么产生的相应的经济效益 大头就不会拿到中共的手里 这样就等于平白放弃了 中国新产生经济增长点的机会 胡老师应该是一片热心 为了中国的未来着想 为了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着想 所以呢才希望全面开放 夜总会等各种名正严重的 能够提供口红效应的场所 胡老师的建言大家也都知道 因为能猜想到的原因 最终没有被中共采纳 所以呢与女人有关的口红效应 现在就真的只能在地下快速的蔓延了 根据网易中国的报道 中国温州警方在上个月底 4月底再次破获了一个特大的 麦云团伙案 抓获的麦云底超过1000名 这是温州警方在2015年 破获巨大规模的麦银案以后 又一次破获规模更大的 集体麦银案 抓获的麦银人员不仅包括有电台主持 模特大学生公司白领等 竟然还有俘虏妻的妇女 双胞胎姐妹以及亲生母女 所有麦云女基本都是专门为高端的这种 权利或金人是提供服务的 因为单次的价格竟然是3000到5万元不等 大家没有听错 最低是3000高到145万元 大家能想象什么群体才需要这些女性吗 麦银群体里最小的麦银女年龄只有14岁 这些被逮捕的女性里面 绝大部分 甚至说群体 全体啊 除了极个别以外 都是有正当职业 他们提供口红服务 进而赚取的钱财 仅仅是正当职业 正式工作以外的副业 甚至可以说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 最核心的需求 竟然不是为了挣钱 而是为了让自己和这些 所谓的有权或有钱人 掌握中国最高领域信息的人 在接触交流 侍候这些人的过程中 从获得的信息 以及获得的这些权利的帮助支撑 让自己不再变得那么焦虑 当然了 目前中共对于这些有需求的女性采取的方式 口红领域采取的方式 肯定是严打 所以呢 对于社会上这种 如同大浪勃起的这种口红效应的需求 这种严打 纯赌 而不是疏导的方式 现在我的感觉是极其不明智的 前几年我还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呢 就知道北京的百姿湾跟上海的民园团 两个群体 整体加在一块就有上百的女孩人数 这些人都是直接或间接来提供色情服务的 只是呢 我也没有想到中国经济不行了 这两个群体的数量 竟然是有增无减的 胡老师是想到啊 这确实是比我厉害 在我得到的信息中 中国目前疯狂增长的失业大军里面 我也认识国内很多这些领域里的人啊 妈咪啊等等 然后基本上没有任何进入色情领域的女孩子 是在失业大军的这个范畴里了 而且很多人的生意特别好 甚至和以往相比还更好 比如说我经常跟大家讲的什么 经浙会啊 这些机构里的很多人的生意更好 这些为全为前阶层 直接提供服务的女性 大致的群体情况 我以前视频里已经讲的比较详细了 今天不多重复了 我只是讲一些这些女性产生的 口红效应的新的作用 虽然呢现有的口红效应 跟过去相比 整体上看是数量到质量上 比以前多多了强多了 这我举个例子吧 就是因为实际上跟大家讲 这些东西分阶层 我讲过吧 分阶层分服务的对象 分工是比较明确的 像中国国内专门 为基层的中共的公安 工商税务等方面有关人员 提供专项服务的这些女性群体 一般的在一线城市 都有比较稳定的居住的领域 就在这个范围内 能够定期或不定期的获得很多 像民营企业啊 外资企业等等 需要这些权力 基层权力人员 给予支持的这些相关机构的资金 然后按照这些人的需求 安全 隐蔽的为中共这些基层机构的人员 提供最大限度的全套服务 比如例如在北京西大旺路 的乐城豪丽公寓的两栋 高档的公寓中 乐城豪丽 这个公寓 居住着专门为朝阳区这些 中共基层机构服务的女孩 人数也很有意思 从2020年当时疫情前的三四十人 现在激增到一百多人 那你想还是生意好了 对吧 需求的人多了 当然多说一句 开个玩笑 为什么在这个从事特殊人员 这么集中的地方 擅长揪出坏人的北京朝阳群众 也一点都不灵了 只能说明在中共的无产阶级 专政的这些机构的权力 武器面前 朝阳群众都只能认怂的 当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 刚才讲的是传统的 就是多一些 人数多一些快一些 但是伴随经济下行 更重要的是新的口红效应 导致于现有国内的色情行业 有一些跟过去相比显著的变化 我觉得叫三多 人家跟我最近讲的 就是三多 第一个就变态的人多了 第二玩的花样多了 第三涉及的领域多了 比如说漂亮的 俘虏期的女性 现在几乎受到了难以想象的 特殊的追捧 原来是诞生于深圳的 就是母乳喂养服务 现在在很多地方被玩出了新的花样 真的是被玩出了新的花样 所以为了追求某些方面的极致 我甚至我认识的一些高层的领导 和国内还参与的富豪 原来这些富豪还没有 现在都开始了配置 长期配置多名漂亮的奶妈 要求起床就能够喝到最新鲜的奶水 为奶妈直接喝最新鲜 为奶妈提供的体检的气质程度 甚至都超过了国家老干部的 这种体检级别 就不光是这个 这个喝人奶极流行 大家难以想象吧 过去皇帝据说能享受到的 现在在中国 也是这个口红多安慰 绝对的奶嘴服务 同时跟怪异的现象 比如说跟双胞的姐妹啪啪啪 过去就很出名出众 现在就是普通的滋养口红 现在流行的在国内 跟母女同时啪啪啪 甚至跟母亲和双胞胎女儿 三个人同时啪啪啪 这都是流行的口红的款式 所以我说很怪异 对吧 就这种怪异到什么程度 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应该都知道 就是国内现在风头 几乎算最火爆的 比利加提威亚都火爆的 直播带货的小杨哥的爸爸 亲爹 这老出现在 他是在货里面的 都深陷其中 让人家拍了全身的裸照 对吧 还把特殊部位放大的裸照 在网上广泛的传播 对吧 你们都应该看过 所以呢 就是现在就很怪异 三多 就是我自己总结的 就是真的是 变态的人多 玩的花样多 涉及的领域也多 像我刚才讲那个学校 这个 对吧 所以包括除了 啪啪啪这种 接触性的口红 暧昧口红 伴游口红 猎物口红 视频口红 声音口红 等等 各种样态的口红 都用各种各样的名字和方式 发展的越来越广泛 大家看看 现在国内有多少领域 都是跟 暧昧有关的 直接的 啪啪啪和暧昧有关的 讲到这儿 我就不再继续给大家多讲了 大家自己去脑补 这里面相关的场景吧 因为呢 其实有些东西想一想 都是挺恶心的 中国在大家怎么不服 它也是一个 有历史的一个国家 传承的挺多 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国家 走到今天 结果变成了这么一个国家 讲这些东西 本意还是为了让大家放松 对吧 我不想给大家都讲恶心了 我不知道我讲的东西 不深入讲了 就 大家就不恶心 那愿意八卦的人 就自己去脑补吧 就自己去脑补吧 要不然的话 再讲的更深呢 就违背我原本是 希望让大家放松的一个初衷了 所以呢 我觉得呢 现在在中国发展的一个 口红的一个效应 跟全世界原来经济中 发展的口红 因为我也看资料嘛 其他国家进入大崩溃 大衰退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这种口红效应 我还没有太明显的发现 但是在中国 我得到的相关的信息 这种新型的口红教育 发展的是极其广泛的 涉及到的人和涉及到的事 也特别多 对 大家其实可能也发现了 领导现在传出来的东西 也特别多 什么县长 猥亵谁 什么局长 书记 互相之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也特别特别的多 其实这个并不是中共 封锁的力量差了 中共现在对新闻媒体 封锁力量是更强大了 对 无嘴的力量是更强大了 但是因为发生的事情 比以前多的太多了 比以前传播的也太多了 所以捂不住嘴的时候 偶尔有几个传播出来的时候 就被大家看到了 就是这么一个景象 所以最后回归到老话 我讲什么东西 最后都是一个回归到老话的一个总结 就是对于一个从1978年准确的说 提出 就80年代提出改革开放的国家 40多年了 最终一切向前看 经济效益为中心 一切向前看的一个国家 通过40多年 清洗全社会人的脑子 最终让这个社会变成了一个 没有道德和没有信仰的社会 没有任何大的群体 散户的是有 现在越来越来越大群体了 对执政党产生信任的一个社会 对吧 说话永远不算数 朝令夕改 想做什么 拍脑子也做什么 然后让社会的大量群体 对未来看不到希望的一个社会 这个社会里 现在太多意志不太坚强的中国年轻人 本身就不应该坚强了 像鸭塔处理的人嘛 对吧 还没有经过社会的鞭打和磨练 但是这些年轻人就已经群体的表现出出卖身体 甚至出卖灵魂的这种景象了 大家都在这个路上越走越远 这是一个极其悲催的现象 少年制中国制 少年强则中国强 少年不行则中国不行 对吧 这些人里面的很大一部分人的初衷 可能仅仅是希望用某些行为 来让自己比较脆弱的精神 得到一些慰藉 或者通过金钱 或者通过情感 甚至于通过出名 但实际上呢 这种东西流行出来 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个很悲惨的现象 只是面对这个现象 中国的执政党 也就是中国共产党 对年轻人出现的这种群体的表现 和整个口红在中国社会中这种蔓延效应 置若网闻失而不见 这个是特别可怕的 对吧 本身口红效应仅仅只能带给使用者精神的安慰 对于真正去解决问题是起不到任何一个作用的 中国共产党对于现在在中国发生如此庞大的一个新的口红的这么一个效应 就什么都看不见 也没有人去管 你看到那么多新闻 看到那么多涉及到色情的领导 涉及到东西 有谁真正去管 中国如此大范围的 人群 精神沉沦 沉沦到一个新口红现象 这种怪异的一种 景象的出现 实际上只会让中国这个 已经特别困难的国家 未来变得超级困难 所以最后我要说一句 不推翻中国共产党 不打倒中国共产党 中国一定是没有希望的 今天我就瞎嗶嗶这么多 大家也就瞎听 录的比较晚了 很抱歉啊 谢谢大家